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的军事运动节目《军武器言》,你的节目主持Larry 这一节又是《军武器言》和《科学新知》的节目 今天会和大家讲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小粉红听到是会相当振奋,会感受到很暖心 故事背后的暖心和正能量 想说什么呢?就是《南华早报》早前有讲到 美国的潜艇是否它的技术现在是被破解 即是说中国有方法可以追踪到美国的核潜艇的信息 可以追踪到它发出的东西 或者总之可以标准到一架美国的核潜艇的位置 如果被你找到固然就能够想到很多方法去反制 甚至乎打击这些情况 然后也有一位印度,我相信是学者 他又提出了一些说法 如何利用美国潜艇的弱点 找它出来等等 因为我们经常都说 潜艇这件事,它最大的优势就是一个潜字 如果让人知道它在哪里,它是一点优势都没有 包括它又不快,它的武器又不厉害 所以这个绝对,如果是真的 可以说在整个军事界,是一个震撼弹很大 也都是基本上改变了现在海战的游戏规则 所以必须很严肃地去讨论这件事 当然我们今天会看看究竟 学者或者南华早报 根据一些什么的理论去做 以及究竟整件事里面 如果做到又会怎么样 以及如果做不到的,究竟它又是中间发生了些什么的差异 都会跟大家谈谈它 大家记得,在开始之前 免费订阅包括我们NHK和科学生枝两个频道 也记得帮助给like 好,今天有请我们嘉宾陈博士 陈博士,你好 Larry你好,大家好 陈博士,可否和我们交代一下 因为其实在整件事上 我一直看这个新闻 就不是说得那么清楚 无论各位学者或者科学家 他那个言论 关于美国核潜艇 他可能带出来的弱点或者讯息 可否和我们基本概括一下 科学原理或者他那个研究的根底在哪里 好吗? 好,那我尝试 由中方流出来的消息 去顺藤摸瓜上去看看 其实是有多少斤兩 但是呢,我觉得之前 真的要讲一下 潜艇本身那种 如何去規避敌方偵查的时候 一些最基本的原理 那有些就 如果知道就当重温 那我想其實Larry 就算想都不用想的了 潜艇最重要是静 是不是? 没有声音 接着于是乎 就不会有任何声音信号 被人知道 是不是? 那莫讲话就是说 会不会有其他的 那些沟通的信号 被人截了 令到自己暴露身份 那些你就知道 盡量减低自己的沟通 但是在一个潜艇呢 走的时候呢 往往是最容易暴露自己的身份 因为它呢 开着它的引擎 它走 是不是? 那很多时候大家就会想 哦 你要认得是哪个引擎走 就是引擎做得好不好呢 看引擎够不够静呢 那于是乎呢 可能Larry 可能你以往都会在其他节目上提过 就是 大家去鬥 把那个潜艇的引擎 去引入新的技術 令它越来越静 那这样的技術 那很多时候呢 你去测一个潜艇在不在那里呢 你就去测一下它的引擎的声音 引擎的声音有什么那么特别 那这个就有个名字 叫一个声文 是不是? 你不同国家设计不同的引擎 去推进这个潜艇的时候 有不同的声音的profile 那美国有美国自己的 那声浪大声浪小 就视乎它的技術是怎样的 那中国的潜艇是出名的吵的 OK 那时候被美国说 他基本上中国潜艇有什么样子 这么吵的 那这个是此其一 但是原来呢 看回呢 今次这个报道 讲回中国的技術 他就不是企图去偵測 美国那个潜艇的引擎声音的 而是呢 是有一些在潜艇推进的时候 无论你的引擎做到多静也好 都避免不了产生的那些讯号 那试一下就由那些讯号来捉下 这个美国潜艇可不可以令它衍生 這個你也要想 其實每個國家去做潛艇的時候 都一定是想過這些問題的 潛艇的引擎做得越來越正好 但是潛艇會不會有其他的機制令它出聲呢? 那又可不可以讓它壓低呢?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令到潛艇引申的重要課題 但是Larry你自己有沒有聽過呢? 除了測那個引擎聲之外 其實潛艇有沒有其他的可能 是令到它有其他的信號出來令它現了真身? 如果它自己可以保持到它的電磁波是沉默的 它不跟外界溝通的 其實都還可以的 當然還有其它 如果對方可以主動升納去探測你的潛艇 如果你本身那個設計做得夠好 沒有那麼容易 比如說英國的潛艇那些3.8個洋製 你主動升納打過來 它是會彈開了 就不能回到它們的資料 令到你探測不到 所以一般就分兩個 一個就是對方主動開升納來探測你 不過對方都是危險的 就等於在一間黑房裡面 你一開燈 其實你首先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照不照別人的一件事 人家就馬上知道你在哪裡 所以大部分西方的探測技術都是被動式的 就是主要在水裡聽你去製造到什麼聲音 例如剛才習博說得很好了 我們說到它的那個人勤 或者我們說的那些熱片打出來 在這麼高速的情況之下產生了那些氣泡 那些氣泡爆破聲就很誇張了 其實很笑得誇張得 就是中國只要在自己的海岸上 插著那個091、092的引擎 美國的西岸馬上聽到 聽到這樣的 這個是其中一個在潛艇界上笑的一件事 我想除了這個之外 就應該是它的艇身本身 就是它的艇身本身 例如說在那個流體力學道會穿的時候 它都會製造到一些震動等等 也都有機會產生到一些聲音的情況 是的 那這裡為什麼說可以在中國自己海岸出來的 那個信號在美國西岸都收到呢? 因為其實就是這些這樣的 由引擎發動聲 尤其是螺旋掌那些這樣的聲音 發出來的那種相對低頻的聲音信號 是可以在海裡傳得很遠的 它傳得很遠 你在太平洋的彼岸 你用一個探測器去救靈魂 你是真的抓到這個信號的 是可以去到這麼誇張的 所以反過來 美國可以用這樣來去測中國信號 那你說中國可不可以用這種技術 去找回美國的潛艇呢? 理論上是可以的 問題就是 美國它自己本身的潛艇 在它起動的時候 有沒有產生一個足夠大的信號 而那個信號有沒有一個獨特之處 使你去做信號分析的時候 可以特別抓到原來那個是一個美國潛艇的信號 而不是由海裡面其它生物造成的信號呢? 就是不要小看 海裡面很多噪音 除了潛艇引擎會出聲 你很多普通海洋自己的海底活動 那些地質的活動 海底火山好 什麼都好 地震好 什麼都好 另外就是那些魚類的活動 它們 你不要小看 就是我們以為你開行的引擎 才會令到有那些這樣的氣泡聲 但是其實原來在大自然裡面 普通海底的生物 它都有能力的動作速度 快到一個地步 是令到你產生一個空氣氣泡在那裡的 那些空氣氣泡不是它由肺裡敷出來 不是由肺裡敷出來的那些氣泡 而是純粹是因為它那個劇烈的動作 就令到部分的海水氣化了 然後再液化了 這個過程其實在學術上有一個名字 叫做cavitation 就是一個叫做空化的現象 那我們先講一下一個生物學的例子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吃賴尿蝦? 整個都吃了一支不賴尿蝦 是的 賴尿蝦呢 你吃小隻就不多說 大隻的賴尿蝦其實都挺憎恨 挺醜 但是它好吃是一回事 是嗎? 但是其實可能大家有吃開 熟開這些生物都知道 賴尿蝦呢 它太生猛了 你都不要 而且夠大隻的時候呢 它的傷害性呢 你一點都不要小看 有些人就說說 蘇自己釣到整個手臂那麼長的賴尿蝦 然後呢 生生猛猛就要放在手臂上拍照的時候 誰知道被賴尿蝦一咬 整個手拖出一條八寸十寸長的血痕出來 最後狂聯針 就是送遲些去醫院都失血過多而死 這個就是因為賴尿蝦本身呢 它自己的那個前爪呢 基本上就是海中的螳螂那麼厲害的 很大力的 大力的一個地步就是呢 它出了拳 那個這樣的叫做賴尿蝦螳螂拳 是它出了拳收回的拳你都看不及 那個速度比你眨眼快 那曾幾何時 如果你看一下那些海裡面的生物那些片呢 你看這隻賴尿蝦怎樣襲擊一隻比較小隻的 那些叫blue crab呢 那些藍蟹呢 那你發覺呢 它可以一脫就拖到那個蟹殼 不是那個蟹的臂 不是那個爪子 是那個蟹的頭那個殼 都脫掉了 整個蟹就暈了 接著就被賴尿蝦吃了就已經 還有不止 它出拳那一刻因為快了一個地步 在這個海裡面的海水那麼激烈的活動 就突然之間令到有一部分的海水 它的那個壓力低很多 就令到它出現了氣化的現象 在這一下就突然之間 就是因為那個動作快出現了一個cafitation 空化現象產生氣泡 然後當水流降幻的時候 就突然之間壓力增加了 就將氣泡收回了 突然之間有個氣泡出來了 又收回 就爆破了 好像一個叫做氣泡的爆破現象 就這樣出現了在水那裡 那這些東西你會發覺 你在水裡面運動速度快 就已經可以產生了 生物都可以產生到一些這樣的訊號 那你會發覺潛艇、螺旋掌這些是什麼呢? 它一樣可以產生到這樣的訊號 當然就包括了 如果我們有個子彈在海裡面打出來 甚至乎不知道 Larry你記得嗎? 我們有一集說超空泡魚雷 那集好像也有很多人聽過 那集我們說那個魚雷 它再放一些氣泡出來 包住整個魚雷去攻擊 是的 是的 其實我們在那集裡面有提到 如果有興趣可以聽聽 那個超空泡魚雷 去俄羅斯這麼辛苦做出來的時候 為什麼最後沒有什麼用呢? 我們有提到就是它很吵的 吵的位置在哪裡? 就是它噴氣的時候 氣泡又要溶到海水裡 氣泡不斷爆破的時候 就令到它雖然這個超空泡魚雷很快 但是就變了好像一支 很快但是又打鑼打鼓很吵的東西飛過來 所以就令到它在實戰上 就好像沒有什麼作用 就是超空泡魚雷就是一種 可以在海底出奇這麼快的東西 但是它也是一個 敲鑼敲鼓很吵的武器來的 我們先回到這個潛艇 潛艇它有一個推進的裝置 如果它是用回螺旋掌的 當然螺旋掌線液打進水的時候 令到水去加速減壓 就出現cafitation 空化現象 另外潛艇的潛艇頭 或者它有一個翼的話 有一個旗的話 它動的時候相對水有運動 它一樣可以在船頭 在那些尖尖尾翼上突然之間 引發到這個cafitation的現象出來的 現在中國的這套技術就是 企圖去捕捉美國的潛艇 它在起動的時候 無論是由它的推進器 或者是由它整個潛艇的艇身 和水一磨擦的時候 產生出來的cafitation 那些空化現象出來的聲波 而那些聲波是有能力傳到很遠 而也都是幾乎所有潛艇 都是只能夠盡量壓低 而基本上是沒有辦法避開的一種現象來的 以往就是說 你可不可以只靠新聞來去量度美國潛艇的信號呢? 首先你要拿到美國潛艇的聲明 第二 美國潛艇的聲明是做到很小很小的聲音 染沒了在海裡面自己的噪音以下的那種小聲 所以第二個希望就是說 能不能夠拿到它那個空化現象的信號呢?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希望 所以我覺得整個中國那個 對於捕捉美國潛艇 最值得留意的那個位置就是 其實它都說不到自己是不是真的已經捕捉到美國潛艇的? 而是它似乎在它的技術裡面 它企圖開發一個新的進路 就是捕捉美國潛艇的那個cavitation現象 然後再不止 它再輔助以一個應該一下電腦模型 甚至乎人工智能的分析 來幫你在那些這麼多的海底信號裡面 撓到這個信號 因為同時很多東西 你知道很多其他的信號草音很吵的 可能是有其它的船 它的螺旋長產生的cavitation 和美國潛艇的產生的cavitation 它們的新聞又會有什麼不同呢? 那這個又要搞清楚的 那似乎現在就是它們 盡量去挑戰自己的探測器的靈敏程度 來企圖可以去靈敏到一個地步捕捉到美國潛艇的信號 而實際上能不能夠走入到實際能夠有效地探測階段呢? 這裡的資訊就不多 我們暫時知道就是它們向著這裡這樣的進發 那當然了 對於美國在內 甚至乎世界上所有其它國家去設計它的潛艇的時候 有沒有辦法盡量減低這個cavitation的現象呢? 那一定是盡力去做的 那所以你如果找回美國潛艇cavitation 你隨便Google一下 你發覺這樣一直就是 它們不停地想希望去攻破的一個環節來的 它們去到就是潛艇形狀的設計 如果你本身做到很阻礙的時候 它原來曾經有實驗做過 你純粹拿著一個好像啤酒瓶那樣的玻璃瓶 你不是拿一個瓶嘴 你是拿一個瓶底 那個瓶底呢 放在水裡稍微大力點搓 只是由瓶底去撞到那些水那一下 你的力夠快已經能夠產生cavitation 就是說那種速度是每秒9米呢? 其實就是一個玻璃酒瓶的瓶底 在水底裡搓 已經是會有氣泡走出來 那些空化現象的氣泡 你想想每秒9米是有什麼速度呢? 你人類跑100米 最快的那個飛人寶特 它在跑的速度就已經超過每秒10米了 就是因為它跑100米 少過10秒時間就跑完了 所以你發覺那些用啤酒瓶在水底裡搓每秒9米這種速度 其實比我們人類跑步還慢 一種這麼低的速度呢 原來已經可以產生cavitation 所以呢 我們唯有就是盡量試一下改進這個設計 原來你不要用啤酒瓶的瓶底一下這樣硬碰碰碰撞下去 你將它稍為改進那個設計又會好些 越多尖不甩的部分又會差些 所以呢 所以這裏在那個潛艇設計那裏 和那個螺旋掌的扇葉設計 又要很努力去想一下這個形狀 甚至乎你會發覺 不知道Larry有沒有留意 那些螺旋掌的扇葉 通常是單數的 有沒有留意這件事情? 有啊 五葉啊 七葉啊 五葉七葉 他們最成熟的設計都是由七葉為主 七葉的 是的 因為你做到這些五葉七葉的主要是質素這些數字 就是質素一定是單數 單數不一定是質素 那麼用到這些數字的時候 它產生的那種共振效應 令到你的氣泡大量產生 然後大量突然釋放大量能量的效應 是會減低的 那些氣泡不單止令到潛艇可以去現身 去吵 它還會在潛艇周圍的表面裡 它的氣泡爆回溶回水之後 那種這樣的震盪 其實久而久之是令到金屬疲勞的現象是非常之嚴重的 如果你說那種空化現象令到扇葉磨蝕 那些氣泡不斷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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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扇葉裡 是直接溶掉了扇葉 扇葉會變形的 是在說這樣的 然後如果你有什麼塗層 那個塗層附近經常有些氣泡爆來爆去 那個塗層都會掉下來的 那所以呢 光光是為了保養那些船隻和潛艇 你只是這樣已經研究得很辛苦 怎樣減少那個cavitation這個空化現象 那在這裡 我們知道怎樣去減低空化現象呢 改善你那個船隻的設計 另外就是你的船頁的數值和形狀也要做得好 為什麼要是五頁七頁就是這樣的原因呢 還有真真正正的你用到cavitation現象來捉潛艇 其實是難過用聲紋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你起動那一刻 就很容易產生很大的空化現象給出來的訊號 但是到你的潛艇走順了 那個空化現象給你的訊號沒有那麼強的了 如果你再想減低一些的空化現象呢 你將那個潛艇減慢一些 那接著又會弱了 所以你說如果中國大陸 它接下來要希望發展 利用空化現象來捉美國的潛艇呢 絕對是難過美國要捉中國的潛艇 因為無論設計上 製造出來的聲音 和空化現象的嚴重程度來講呢 你會發現美國還在這裡領先 那現在就暫時不知道 是不是有足夠的能力 令到美國的潛艇衍生 我想你真真正正要做到的就是 要在實戰遭遇的時候 去拿這個數據 所以就如果在那個潛艇本身 就是那個噪音那邊 就是可能它那個 給對方發現的機會 會大過用這個空化現象 去找到對方的潛艇 就是現在那個發展上面 例如我們說潛艇它 例如它震動發出那些的噪音 這個就是西方 都是很努力減低那個 震動元件那個噪音的其中一個方式 例如核動力的潛艇 所以我猜 現在大家都在這個努力的方向去做 就多過大家經常會說 cavitation去找 就是我想一直以來那個文獻都是小 原因是因為現在那個動力學來講 就是流體動力學那裡 是不是大家都做得比較完善了已經 很少就是因為這些cavitation 而導致到它整個 就是這個中織是被人會追蹤到的 因為這個是不是 如果這樣都被人追蹤到 是不是就是它本身那個 流體力學的設計是比較差才能做得到 是啊 那我想你說 為什麼要用cavitation來當美國潛艇 就是因為美國的潛艇本身那個 引擎聲已經壓到很低 對於很多其它國家 你不用這麼絕望的 你只是追求由那個空化效應來抓到它 可能那個引擎聲已經大到你抓到它 所以就這麼說 最後用什麼方法抓到呢? 其實通常都是相關齊下的 互相認證的 你多一個方法去抓 就令到你的把握大跌 最後可能就是 你根據那個潛艇的引擎 給出來很微弱 但不確定的信號 再配合從空化現象給出來的信號 兩者互相認證 令到你整個那個的探測能力去提高了 那這個我想不用提 就是你中國美國 在它那個鬥法裡面 一定都是會這樣做 去遵循這個方向去找的了 好啊 所以今天大家陳博跟我們講了 如果用這個空化現象 cavitation 去尋找潛艇的可能性 還有一般我們去尋找潛艇的方式 其實是一個非傳統的方式來的 當然這個方式呢 理論上有可能性 但是現實上 其實各國都有提防的情況 究竟這個理論的發展還有幾個空間 那我們就繼續看 包括這位科學家 他是不是接近有更加多的證據 或者有更加多的證據 我告訴我們 確切找出來的方法 是不是這麼有說服力 因為各國投放資源在潛艇那裡 都很大 其實你說英美的世界 都在潛艇的技術領先了這麼多年 所以這個訊息 大家就不要只是偽道聽途說 有時候都要聽一些專業的分析 究竟整件事的發展最後是怎樣 好 那我們就和大家繼續留意 這個消息的後續 究竟對潛艇的遊戲規則的影響會去到幾大 當然大家也記得 包括免費訂閱NHK 我們《軍火器言》和《科學新智》 兩個的頻道 也記得幫忙給like 好 那我們在其他的節目 再和大家再見 拜拜 拜拜